大家好,我是老白 我们将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在Mids Forum HX90G上安装Hackintosh黑苹果 除了关注产品的朋友们 其他朋友们也可以看到黑果小兵大神完美的EFI固件加持下 在这Hackintosh黑苹果的安装和白苹果一样方便一样简单 毫无难度 任何一个黑苹果安装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准备、安装、设置 我们今天也要这样讲述我们的详细安装过程 准备阶段的开始 我们要分别下载好两个软件 一个就是安装HX90G Hackintosh的完美EFI固件 大家可以在黑果小兵大神的GitHub里下载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说明里通过网盘的链接下载 另一个就是黑果小兵大神制作的黑苹果系统安装镜像 这是黑果小兵的Blog OK就是这里我们选择第一个播客文章 一纸下滑到最下面可以看到黑果小兵公众号 WeChat微信的二维码 使用WeChat关注黑果小兵公众号之后 在公众号文章下滑到最底可以看到打赏按钮 打赏多少自己定夺 回来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网盘链接 分别是跨客网盘和天翼云 我就是从天翼云把这个黑苹果系统安装镜像下载到本地的 然后我们用Blender Etcher 把安装镜像刷下到一块16G容量以上的U盘 我们插入U盘 可以看到左边上的三个分区盘幅 另外一个目录是提前下载下来的EFI固件 三个盘幅最左边是苹果MacOS的安装镜像 我们不去管它 中间的Clover分区是使用Clover方式 安装MacOS用到的也一般不用 不过我习惯了Clover的Configurate 来打开OpenCode分区 Hackning Tools检查系统 所以这两个工具也很好用 大家知道黑果小兵的黑苹果安装镜像 自带这些工具 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拿来使用 PE分区是一套完整的Windows PE工具箱 如果你需要从Windows里打开 并更改OpenCode分区 可以启动PE分区来运行 EFI文件夹 这里就是我们的固件了 大家注意到这里有两个目录 修改日期是10月6日 我们要用这个已经设置的 比较完美的EFI 去替换U盘安装OpenCode分区的EFI 我习惯打开Clover Configurate MountU盘上的OpenCode分区 注意这里是我们的硬盘 不要弄错了 选择后面的U盘 桌面上出现了OpenCode的EFI分区 打开EFI分区 看到也有两个工具 我们可以拴除刚刚制作的安装镜像上的 OpenCode的EFI分区里的EFI文件夹 等等 不能拴除不留备份 大家还是把原EFI保留一个备份 在我们安装后的设置阶段 还需要这份EFI启动后的OpenCode 去刷写新的2.5G网卡的固件 继续把相应的文件 从我们下载的EFI里拷贝过去 注意对等拷贝 就是把这两个纸目录 拷贝进EFI分区的EFI文件夹下 好 安装镜像U盘就彻底制作好了 那么我们电脑外设要准备的就是 安装黑冰果 镜像的U盘 1到2.4G无线的键数 这里不能使用蓝牙的键数 可以使用USB有线的键数 背部只能接驳DP显示接口 安装时不能使用HDMI显示接口 当然DP转HDMI也可以 接着积累硬盘的安装 我使用一块新的2T的NVM1 SSD给大家演示 取下原有的Windows系统盘 取下原有的MacOS系统盘 安装上我们刚买的2T的NVM1 SSD 现在我们要启动一下系统 注意U盘要插入键数要接好 按F7可以进入启动选择界面 我们先进BIOS 在BIOS启动向里把U盘设置为第一启动向 NVM1为第二启动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们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启动好几次 启动后会自动选择U盘的分区安装下去 我这样排列启动向就会安装爆错 需要手动选择安装分区来安装 增加了复杂度和时间成本 OK保存并退出重启 我们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安装开始后 因为我们已经替换了完美的适配本机的EFI 十几秒钟就进入了这个安装界面 我们选择最右边安装MacOS Montori 进入这个界面我们要选择硬盘工具 在硬盘工具里点选最上方我们刚刚安装的2T NVMe SSD 然后点右边的Eraise查除 这里输入你给硬盘取的名字 格式按照屏幕上设置 很快Eraise就查除完毕了 我们要在左上角菜单里退出赤盘工具 返回到刚才这个界面 选取第二项安装MacOS Montori 然后继续 同意 要选同意 这里要选中我们刚才新建立的硬盘 好了 开始安装了 我们的MitsForum HX90G设备 会经历几次重启动并自动安装 类似这样的界面 终于进入到安装完毕的设置 选国家和地区 选无线网络 这是在你已经安装好的一块 能被MacOS直接识别的网卡后 安装过程才会出现 如果没有无线网卡 我建议接拨一个USB网卡 MacOS能识别大多数的USB网卡 我这块是绿联的2.5G USB网卡 就能直接识别 这里我是选择不从其他设备恢复 我以后再设置Apple ID 因为我还没有重写3码 建立一个MacOS的账户 选择你的时区 进入桌面 如果你和我一样使用了不是HDR的显示器 那么关闭HDR 那么到这里我们的安装过程就全部结束了 进入系统后我们打开盖栏 看看我们的2T NVMe SSD 这个时候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是使用U盘启动MacOS的 每次启动时必须插上U盘 类似这样 选择最右边的HX90G就可以启动硬盘上的MacOS 那我们可以改变一下 把我们此时U盘上的EFI拷贝到硬盘 这种工作我们前面准备时也做过 还记得吗 不同的是 我们用Clover ConfGrate 同时Mount硬盘和U盘 同时打开两个分区 拴出硬盘上的EFI指模录 把我们U盘上整个EFI指模录拷贝进去 不要插U盘 从启动看着看 现在只有一个启动盘幅 直接就进入系统了 还记不记得我们保证的老板们的EFI 我们把它拷贝回去后 U盘变成了刚刚刷写的时候一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开OpenSale刷写网卡固件了 黑鬼小兵大神特意把需要刷写的 Inter的I225新固件放在了FS0里 使用CD和LS命令 可以一步步找到这个固件 它的名字叫225 我们先来ES4键 推到这个命令行状态 输入FS0冒号 输入CDEFI 输入CDOC 输入CDTools 用LS命令查看 看到没有 225就在那里 然后再输入命令 11update641.efi 控格斜杠GUI F4读取文件 就输入225 然后刷写了之后 请一定运行CleanNVRAM.efi 再输入EXIT 退到主界面 这里请用鼠标点主屏幕下方的关机键来关机 2.5G网卡就被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更新三码 使用OpenCore Configure 上期视频我们讲过 OK 更新三码重启动以后 你就可以去登录Apple ID了 下一步是给双系统的朋友们准备的 我们要打开 Custom SMBIOS Guide 然后把Update SMBIOS Mode 改为Custom 这样就区隔了两个系统 大家基本互不影响 Windows可以自由更新系统 也不会造成双系统崩溃 MicroOS也不会写到Windows的启动里 系统启动时 可以自由选择Windows或者MicroOS 这里还有一个双系统时钟同步的问题 建议按照这篇文章的步骤去设置 Windows系统和MicroOS系统时钟保持一致 最后我们来给两T硬盘测速 读2874兆币每秒 写2378兆币每秒 PCIe 3.0 NVMe硬盘在MicroOS下的速度 我觉得可以了 不过我这次安装有一个和上次 西数黑盘500G不同的地方 就是节能设置里出现了 不让硬盘进入睡眠的选项 这是我发现两次安装唯一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更换了不同的NVMe SSD来安装 我们安装后的设置过程也结束了 整个过程非常流畅 没有任何难度 从11点41分启动开始安装 到12点46分进入桌面取消HDR更改分辨率 我们安装过程一共历史35分钟 是我自己历史安装黑苹果最顺利的一次 感谢黑狗小屏大神完美的EFI 这台Hackintosh黑苹果准备安装设置升级的细节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